你先給你掌握嗎 對啊 救護人員冒著雨 在山林間小心翼翼 摸黑著陸 合理將李姓男子的遺體運下山 25號下午警方接獲通報 有山友在爬山過程中突然休克 據了解 這名李姓男子在25號上午 帶著妻子與5名山友 到台東海瑞鄉的利松溫泉爬山 沒想到下午2點 一行人準備折返時 李姓男子突然感到兇悶 呼吸困難 接著倒下休克 同心的朋友馬上幫他做CPR 同時拨打119求救 錦衣銷等8人 在下午3點半趕到現場 協助進行搶救 但李姓男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這裡面滑 這裡面滑 患者也是在這邊休息 救護人員一行人在晚間9點 抵達山下利松溫泉的登山口 隨後將李姓男子 轉送觀山慈濟醫院 等待檢警相宴 理清死因 警方也呼籲民眾 登山也算是專業戶外運動 一定要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 千萬不要挺而周限 發生憾事 記者潘真賢 林一文 台東報導 這裡面滑 這麼多人的貢華